每个人都像一本书承载着不同的故事 而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被看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真任图书馆 我是陈佳怡 我们今天的故事场景就发生在台北市的大稻城 您知道吗 这里曾经发生过台湾最早期的脚头战 百年前在蒙甲曾经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泄斗 而最终同安人败走大稻城 却也间接促成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造就了当时台北城最繁华的首善之区 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翁 他的堂口就立在大稻城旁 他们自称是最叛逆的NGO 却也是最温暖的帮派 在我们今天故事一开始 就带大家一块去拜个码头吧 我们现在来到了逆风楼 听起来很像是武侠小说里头才会出现的门派 也的确里头的人各个一生老好本领 而且身手不凡哦 那今天呢 这位就是我们的故事主角陈伟胜 赶快来拜见楼主 美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逆风剧团的团长我叫伟胜 同时也是社团法人 逆风青少年复归协会的理事长 大家好哇哎我说真的原本想象中 感觉你可能会是一个左青龙啊右白虎 很像是那种肩头大的感觉 但其实逆风在做的事情都是去辅助这些高关怀青少年 而且你们的风格特别不一样哦 而且跟其他的社团法人也是有所区隔的 对像我们现在以前都是叛逆的孩子啊 我们改变之后重量了之后 眼神都看得不一样对不对 不一样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让更多生命中正处逆境的孩子 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陪伴他修复过去的创伤 重新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哦所以感觉起来呢 在这里很多逆风的青少年们可以找到一个很有归属感 然后被理解的感觉 那听起来感觉里头呢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地方 对不对 是没错 入会是不是你们有一些手势啊或者什么的教我一下 别人都说我们相对做好事的方派 哇听起来逆风楼里充满着布屑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赶快进去了 好待会我们还有个特别的仪式要带大家一起看哦 哇赶快来一探究竟咯 好再一起我带你来看看我们逆风的文化 哦哇感觉你们很有仪式感耶 这里有什么故事吗 我们在逆风的总部我们所供奉的是观念帝君 那我们拜的是文官公 就是我们不拿关刀的是拿春秋这本书的 所以那孩子们象征把武器放下来 那我们可以开始我们有一种逆风的侠义 所以逆风的宗旨叫永不放弃 哇所以这也展现出了你们精神 而且好像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 可以让逆风的孩子们更凝聚在一起是吗 对因为逆风的孩子很多来自于家庭师们 或过去处罚 生命中遇到很多低层就没有自信的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信仰 让孩子们相信自己也开始凝聚这一群 生命中有各种缺口不完整的人 来到这里我们齐齐一堂 一起做一件对社会有用的好事 可是听起来哦 你们在说的事情好像跟社会局的有一点重叠 那你们这个权责是怎么样去做区分划分的呢 逆风很像地下的社会局 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三个创办人 曾经都是被社工帮助过的孩子 所以当我们改变之后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成为台湾第一线社会工作者的帮手 所以逆风剧团的我们的总部 晚上从6点会开放到晚上10点 让青少年放学下班有个地方可以去 来到这里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吃饭 一起像家人一样 而且大家有听到关键字吗 逆风剧团耶 你们还有办剧团哦 有 其实逆风一开始成立的第一个是剧团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我们 我自己改变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成绩很差 然后不被看好甚至被放弃 我觉得我在接触戏剧的时候啊 我那个当编剧 我居然有一天可以拿的邀请卡给我的家人 让我的爸爸妈妈走到剧场里面来看到我的表演 所以那一刻我好感动 因为我觉得我把生命中好多的遗憾讨回来 所以我就许了一个愿望 我需要让那些曾经跟我一样的孩子 都有机会站到舞台好好被看见 好好被支持 所以我们在2015年我们三个创办人 18岁的时候就成立了逆风剧团 哇 听起来你的背后也充满着很多的故事 值得我们去挖掘 不如我们坐下来喝杯咖啡慢慢聊好不好 好 没问题 哇 我现在是走错棚了吗 我以为来堂口是要泡垫的你知道 哇 现在是大道城左岸咖啡馆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也让逆风的孩子啊 有机会去考国际咖啡师的证兆 所以现在嘉宇姐喝的呢 就是我们逆风孩子考到证兆之后 他们自己手冲的咖啡 哇 我觉得其实现在来喝一杯咖啡也挺合适的 因为咖啡有的时候品尝的出来一丝丝的苦涩 跟你的童年成长的背景好像也有点关联 我们要谈谈你过去那个比较辛苦的岁月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所谓的叛逆池 那我可能走的比别人更深在更久一点的时间 因为我回归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永远都是最后一名 因为我在我小学的时候啊 我就是没有办法专注上课 所以老师15分钟讲完了 我都看着啊 听不下去了 我就开始画画 那当然这种事情不被允许 所以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就开始不断被骂 不断在于自责 所以对我来说读书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所以就为了想要追逐自由 所以我小学换了8000安清班 国中打架转学 高中休学 大学被退学 其实我跟教育这件事情 大家都觉得很难去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就是因为像现在的逆风 我们得了很多的教育奖 可是回过十几年前的我自己 我就是那个在教育体制里面好迷惘 然后好挫折的小孩 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42个人 我就是第42名 那其实感觉起来在教育体系里面 你好像很少获得鼓励 但是当你第一次获得掌声的时候 我相信那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据说那是你第一次站上舞台 对因为我在我17岁那一年我经历到好多好多的事情 包含我看到身边的朋友 他连他的毕业典礼都没有办法参加 就进到少年管务所 后来进到安置机构 成年了之后他出了法之后 进到成人监狱 甚至有人选择结束他的生命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们明明就只是想要自由而已 为什么到最后每个人变成这个样子 以前看到警察车的红灯跟蓝灯你会很紧张 因为你在做的是犯法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想好想要改变我自己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学校的私营台下 有一群人在表演 表演完之后他们就说 如果你想改变你想完成梦想 欢迎你加入这里 那个地方是我们学校的戏剧社 所以那时候我就跑过去问他们 我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可是我不喜欢演戏我可以做什么 他们听完我的故事之后 他们就告诉我你当编剧 所以我就开始写剧本 然后我就觉得我用了不同的角色在剧场里面 然后跟着他们花了半年的时间 我永远不会忘记 2014年的7月16号 就是10年前的7月 我跟一群很棒的朋友站上舞台 完成一场演出 然后演出之前 其实我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流眼泪 可是那一次我眼泪止不住 因为在演出前 我居然有机会拿着邀请卡 给我的爸爸妈妈 给我的老师 给我的社工 给我的朋友 跟他们说 我改变了 我希望你们可以来看看我的成长 所以我从来没有拿过奖创的孩子 我居然有机会拿着邀请卡给家人 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 再过5分钟 我的家人他们都要走到剧场 来看我的演出了 所以一演出结束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哭上舞台 然后跟伙伴把说 牵在一起羡慕的那个瞬间 我就告诉我自己 这个掌声 我一定要记得 因为它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接纳 第一次被鼓励 所以我心中种下一个种子 我许了一个愿 我想要让全台湾跟我以前一样迷惘 找不到方向 生命不完整的孩子 有一天也可以站上这个舞台 所以隔了一年 我们就成立了逆风剧团 其实获得掌声的方式有很多种 也有不一样的展现的方式 但为什么你们会选择用表演 用剧团的形式来呈现呢 我觉得戏剧它的多元 能够接触好多不同的青少年 就像我一样 不喜欢演戏 我可以当编剧啊 那有的孩子 他可能很有想法 可以当导演 做演员 甚至做幕后的灯光 音响 舞台 化妆 摄影 行政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过程当中 找到一个他的角色 找到一个他可以负责的地方 然后在过程 慢慢地培养他的一记之差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戏剧的过程里面 我真的看到这些孩子的眼神 从原本真的好迷惑好轰动 没有自信到后来 团长 我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朝着这个地方努力 所以逆风做戏剧很大的原因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戏剧的多元性 可以让这些孩子学会负责 甚至学会分工跟团结合作 而且演出完之后 我觉得我看到他们跟我当年一样 他看到了这个视野 得到很大的改变 有的孩子告诉我 团长 我发现我喜欢戏剧 他从原本剧学中措 后来考上了公立高中戏剧班 后来念了大学 有的孩子他之前做音校啊 他说团长我不喜欢演戏 但我发现我喜欢音乐 他写歌现在成为老师的歌手 哇 很不一样耶 但是其实我相信从这个过程 一步一步这样碎变走过来 是很不容易的 甚至于有很多可能 曾经是师长眼中的问题少年 那他们可能因为长期不被接纳 所以他会躲在里面 或者是有一个很坚硬的外壳 甚至于他又长满了刺 当你要靠近他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你是怎么样让他们引导一步一步去打开他们的心扉呢 我觉得对逆风来说啊 我们都不把他们当作是 一定你要听我的 而是我时候会先跟他们说我自己的故事 说完之后就发现原来这些哥哥们都跟我们好像经历过一些青春的痛苦 然后我们好像走出来了 他们也会觉得想跟我们一起 所以那时候我到了各地的青少年中心去演讲 我就跟他们讲 讲完我的故事之后我就说 如果你想改变 你想完成梦想 欢迎你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完成 就当年我被改变的那句话 就开始好多好多的孩子跟着我们在一起 然后从过程里面慢慢陪伴到每一个人找到他的方向 然后最后我们继续陪伴了他们正向的成长 我注意到你的这件T恤 胸口前面有三个图形 圆形 三角形 还有正方形 但是他们都缺了一脚 这有什么含义吗 因为我觉得逆风的青少年其实很单纯很简单 像几何图形一样 可是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他们过去伤很累累 很多人生命中都是不完整 都是有缺口的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一直看这个缺口 我们只会越来越自卑 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悲惨 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缺口想象成 就是因为这些不完整 我们才会成为家人 我们才会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相信陪伴逆风的孩子 陪伴生命不完整的孩子 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逆境 所以就算我们有缺口 比如没关系啊 生命有裂缝 光才照得进来 照进来之后 我们也期许 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发光的人 而且很有趣 我们也发现 三角形 圆形跟正方形 好像是一个英文字母 Ace 王者 就是因为生命不完整 我们才可以成为自己人生中的王者 对 这些过程里面 双北市的孩子 今年第九年 已经将近两百多个孩子 那全台湾我们所触及的每一个城市 将将近是一千多位 一千多位孩子 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接下来的记号 我们希望可以更加的着重在于孩子们的赋能 所以对我来说 我们现在在发展的是一条白色产业链 就是让这些孩子可以正向的思考 让他们可以获得到今天 欸 团长我今天出去做这个任务 我可以得到助人为快乐之本 当他今天从主力成为社会助力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在翻转整个孩子 从过去被人家说是弱势到现在 他们反而是投入这些青少年影响力工作很棒的志工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就慢慢的 远离那个被帮助的环境 慢慢开始向善 也让他们从原本不被重视的那一群 到现在他们可以变成 对他人可以伸出援手 而且他们是被需要的一群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很谢谢你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我也要好好的去 谢谢看看这是谁泡的咖啡 咖啡是我要好好去拜访他一下 感谢他给我这么好喝的咖啡 也谢谢你的故事 谢谢 老一辈常用 这句话来劝戒晚辈 但往往忠言逆耳 在少年新兴的年轻人心里 只觉得自己不被接纳 也不被理解 而伟胜他们树立起逆风的大旗 像是离经叛道的暴走族呼朋引伴 但他们不是追求个人刺激或满足 而是为了建立联系 让已经封闭自我的少年 迷惘彷徨的年轻人 知道有人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 来到这里真的很难不被咖啡香给吸引 哈啰威尔森 哈啰威尔森 哇可以给我来一杯热美式吗 好的 这是你的热美式 太好了谢谢 哇谢谢威尔森 好香喔 小心烫喔 那当初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咖啡培训课程 最主要其实是希望就是在透过这过程当中 培训他们技术 哈啰的技术 然后还有态度的部分 希望到他们外来到工作上面有了证照 有了遗迹之常 可能工作会比较好找 那对于业主看到证照也是属于一个加分的一个部分 那态度上的调整 在在立方的工作也是 态度上的调整可以帮助他们说 在这个社会上面工作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 那可以更适应这个社会环境这样工作的样态 那你们就是有这样子的咖啡师的培训课程 大概多久时间了 然后你们培训了多少学员呢 我们这大概做了两年了 然后大概有十多位的学生 我们自己的孩子有十多位的学生 我听说你们考照的成功率还蛮高的哦 对我们这一次有五位报名 然后大概有三位考到 哇很厉害 大概是四月五月的时候考到的 那他们在过程当中 你看到他们有哪些成长呢 嗯 一开始其实做的时候 拉不出花来 或者是甚至连奶泡都打不好 可是到后面慢慢有图形出来了 慢慢有线条出来了 其实蛮有成就感 对于他们自己 不管是基础上或是内心的一个成就感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长 对 那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哪些回馈啊 或者是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感受告诉你们 是像我们就有一位孩子 就是他来这边工作 然后也有上咖啡师的课子 到现在他这边工作之外 还有另外一边工作 也面试到工作 对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是增加了就业的机会 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少女 有一个女孩 她在读大学 然后她去比赛咖啡 她也有拿到每次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在这个技术上的培训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然后可以拿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去表现自己 然后找到成就感 在逆风楼出师了欸 真的是很厉害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那不晓得就是当初当你在喝到许员们 他们培训完之后泡给你的咖啡的时候 你那时候内心的感受 其实是蛮感动的 因为从没有到有 然后看他们很努力的练习 然后慢慢的带他们一起做 然后喝到咖啡的时候 真的是还不错 然后除了他们有成就感之外 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成就感 相信这个咖啡社的培训过程也带给他们 很好的心灵的成长这样 祝福你们这个逆风咖啡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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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老师要出不来欸 对我知道 太浓了吗 不是 因为粉太细 再等一下 等它那个浓缩出来 好 那不见得油脂就会多好 因为它会过度萃取 反而油脂不会出来很多 只是它萃取的时间会变很长 好 开 好 开 刀泡烂过的就蛮深的 一点点 然后做打瓶 好 完美 没有一丝浪费 好 拉高收尾 来 拉收尾不用特别的拉很高 只要细细的就可以了 稍微薄一点 让它比较有流动性 稍微薄一点 你下一杯 那个蒸汽棒的位置调整一下 好好好 宽 你刚刚记得 你刚刚是这个 这样子对不对 刚第一个太大 等一下 试着把这个 压低一点 你刚刚是太斜 你这个太 奶泡绵密度不够太粗 可以拿来 试做一杯 没关系 这太厚了 那个 米全 米全 像他这个 兔子这一杯太厚的 就会像刚你刚刚那一杯 下去的时候要 很用力拉高 然后把下去的奶酥 当搅拌棒 去均匀用力的去搅拌 那一个 用力的去融合 用力的去融合 然后出来的奶量不要太多 细 你要想像你的奶酥 是把茶这样 来 很细是吗 对 用力 然后细细的 怎么用力啊 哇 油面耶 可是它太厚 所以它只会 哇 哎呦啦 这个爱心 它太厚了 稍微再打 好久不用打这个爱心 天哪 再打薄一点 秘风不只是向社会局紧急安置青少年 也向是职讯局引导他们就业重新融入社会 除此之外 逆风还与台北市的地方社区结合 像是大同老人中心的长者们 也抱持着像少年一样的活力一起共同创作 这次以五感为主题 让世代差距的双方能从彼此身上学习到不同的东西 与长者们热烈的互动 逆风的年轻人在过程里 无形中学习了一些人生的经验 长者们也在逆风的成员身上 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这种轻盈共学的方式 也是现今高龄化社会的另一种新形态互动 取之于社会太多 也让逆风的成员们开始思考 既然人生受到了许多帮助 是不是也该贡献个人微小的力量 一点一滴累积 形成这片土地上善的循环 而在这动员能力与凝聚力的背后 都离不开这一锅咖喱 全下吗 全下来 倒下去 来 倒过来 倒过来 当中国想办这个食堂 原因其实是因为很简单 我们在这个跟青少年的这个相处过程中 会经历两个阶段 一个一定是破冰嘛 另外一个是关系的建立 那以我们而言 我们以前都是八加九嘛 跟他们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口 人家就知道你跟他是到底呢 所以我们其实破冰很快 可是你在建立关系 这毕竟需要一些仪式感 那我们发现说 其实跟他们一起吃过饭 哇 那一个 关系的建立速度有够快 可以说我可以用一顿饭的时间 我就可以连他主动十八代来事情 我就知道 于是呢 那时候我们在外面 就是流浪嘛 终于我们有钱租下这个据点 那我想说 那是不是我可以在后面搞一个厨房 然后我可以来煮点东西给他们吃 那时候就不是我煮给他们吃了 是我煮给第一批孩子吃 这些孩子呢 把这个料理学了起来 他们再煮给下一批孩子吃 你能想象吗 当我今天 寒冷的冬天 我流浪街头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把你接到 接到一个地方 然后这时候 对面坐着跟你年龄相仿 曾经跟你有相同经历的孩子 他煮了一碗热腾腾的汤面 给在你面前 告诉你说你不是一个人 从今天开始你有我 你知道那个感觉是 对他来讲是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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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透过这生命理想生命的过程 是可以让他们从中 去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件事情是我们很相信的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跟动力 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陪伴 我觉得最困难的也是陪伴 但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陪伴 我觉得青少年的陪伴 它不是一两天 一两个月 一两年它就可以发生了 对 因为我们自己过去 或许在被陪伴的时候 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震荡 我们也从看似好像要学好了 但是可能马上跌落谷底 就是这个东西 它其实一直翻反覆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点就是 你能不能愿意花相同的时间 去陪伴跟看着这些青少年的改变 对 我觉得这是最难 但是当你今天可以陪着孩子 一起成长跟长大的时候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最大的成就感 因为我觉得会来到逆风的青少年 我觉得多半都跟我们三个创办人 有差不多相似的生命经验 因为我们过去三个也都是 在社区被服务的孩子 那因为我们的成长改变到现在 能够拥有了这一切 所以其实在过程中 我们也告诉我们的青少年 我们是如何 就是透过一步一步的成长 走到今天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 青少年相信 就是这些大哥哥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改变 那是不是我也有机会 可以让这个改变发生 所以我觉得也是陪伴这件事情 就让我们彼此一直走到今天 尾盛经常对这群逆风少年们说 我不是社会局的辅导员 我不会帮你做决定 但我今天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告诉你 什么样的日子 能够带来安稳的生活 美好的未来 也就是这股共情的力量 让少年们觉得来到这里 被接纳 被同理 被理解 觉得这里更像一个家 而尾盛 磕豆 还有尾智 也从那个曾经需要别人 拉他们一把的轻狂少年 到如今轮到他们伸出双手 去接住一个一个失控的青春 回到正轨 尽管很辛苦 但相信他们会继续坚定的走下去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今天真人图书馆逆风的故事 要在此告一段落了 也期待与您分享更多 有故事的人 有意义的事 我是陈佳怡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陪伴的这些少年好好长大 这个雷先生会干扰吗 我觉得非常应景 还不然他们一起长大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今天到这场景是真的很逆风 因为 这个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一直都是阳光 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社会背光处里面 最黑暗 然后最破碎 然后充满着各种挑战的状况 我还记得你说家事里的城堡 随着逃下和继续奔跑 没微笑 这时候的梦我是大 不要忽然 以后却陪着你逃跑 相见的不良 永远的依靠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永远的依靠回家